前面所讲到的马可夫决策过程是强化学习的基本框架 在强化学习过程之中 智能体通过策略优化与策略评估 与环境进行交互从而完成任务 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策略优化和策略评估 强化学习的定义可以如下定义 给定一个马可夫决策过程 我们要寻找一个最优的策略派星 在最优的策略派星的指挥之下 智能体在状态S采取了一种行动 所能够收到的反馈的最大期望 也就是说要是V派星S的值最大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每一次策略函数让智能体在某一个状态 采取一个行动 根据所采取的这个行动去计算 智能体采取这个行动之后 它所能得到的反馈期望 然后基于计算得到的反馈期望 再对先前的策略进行优化 不断地调整 学习得到的策略 我们可以看到策略优化和策略的评估 是在交替中不断地进行优化 使得智能体在环境的交互过程之中 最终形成了一个最优的策略 强化学习的方法有非常多 我们这里主要给大家介绍一种 基于价值的方法来进行策略学习 基于价值的求解方法 包括两个迭代部分 第一部分是策略优化 第二部分是策略评估 策略优化是如下一种过程 假设我们有两个不同的策略 拍和拍一撇 对于任意一种状态S 在状态S通过策略拍一撇S 采取了一种行动 所得到了一种未来的反馈期望 在拍之下 也能在状态S采取一种行动 也能够收获一种反馈期望 如果拍一撇所带来的反馈期望 大于拍所带来的反馈期望 那么一定存在着状态S 在拍一撇下所得到的反馈期望 大于等于状态S 在策略拍下所得到的反馈期望 即策略拍一撇不比拍差 因此当给定某一个策略拍 给定了价值函数V拍 又给定了动作价值函数Q拍的时候 我们可以如下构造新的策略拍一撇 拍一撇S等于在状态S 执行了某一个动作A之后 它所能收获的最大的反馈期望 作为在状态S所采取的一种行为 所以这里可以看出 拍一撇是对拍的一个改进 我们这里举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右下图 给出了三乘三方格里面 状态S1状态S2和状态S4的价值函数 这里可以看出状态S1的价值函数 取值为0 状态S4的价值函数的取值是0.3 假设给出了这样的价值函数 我们现在要计算状态S1的动作 价值函数的取值 状态S1只有两个动作 一个是向上运动 一个是向右运动 我们来计算状态S1 采取了向上的运动之后 它的动作价值函数的取值 等于0加上0.99乘以0.3 这里的0指的是 在策略拍的作用之下 智能体从状态S1进入状态S4能够收获得到的反馈是0 0.99是我们的衰减系数价格的取值 0.3是指的是 当状态从S1进入S4之后 在S4所能收获得到的反馈期望 同理可以计算 同理可以计算状态S1向右移动一个方格之后 它所能收获得到的反馈期望 它等于0加上0.99乘以0.4 这里的0也是状态S1进入状态S2所能收获的反馈为0 0.99也是噶马的取值 0.4表示的是 从状态S1进入状态S2之后 在状态S2所能收获得到的反馈期望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当前策略拍的指挥之下 状态S1可以采取向上运动 也可以采取向右运动 但是由于向上运动的反馈期望 小于向右运动的反馈期望 所以我们更新当前的策略 更新为在状态S1的时候 该状态应该向右采取一个行动 以获得最大的反馈期望 对策略进行优化之后 我们要对优化的策略进行评估 对策略进行评估的方法 要利用Bairman Function 这里我们主要来介绍三种方法 基于Bairman Function进行策略的评估 分别是动态规划 蒙特卡诺采样和时序差分 我们可以利用动态规划的方法 来对价值函数进行更新 右下图给出了各个状态的 价值函数的取值 我们可以如下对S1状态的价值函数 进行更新 可以看到S1状态下 智能体只能采取向上移动 一个方格的动作 于是我们计算 智能体位于S1状态 它采取了向上移动的一个动作之后 它所能收获的反馈期望 等于1乘以0加上0.99乘以0.3 再加上0乘以0加上0.99乘以0.4 再加点点点 这里的第一项式子表示 1乘以0加上0.99乘以0.3 它表示 智能体从状态S1向上移动 一个方格进入S4的概率 取值大小为1 从S1进入状态S4 从环境所收获的反馈为0 然后进入了S4之后 在S4状态 智能体所能够收获的反馈期望是0.3 这一个加法里面的第二项 第一个0表示 智能体从状态S1进入S2 发生这种动作的概率为0 很显然 智能体从状态S1 采取其他的动作的状态也为0 因此把它累加起来 等于0.297 于是智能体在状态S1的价值函数 就被发生了更新 它就等于1乘以在S1 采取向上移动的这个动作之后 所能收获的反馈期望 再加上智能体向右移动一个方格 所能收获得到的反馈期望 加起来等于0.297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状态S1的价值函数 就被更新为0.297 动态规划的方法有一些缺点 最主要的缺点就是 智能体需要事先知道状态的转移概率 以及智能体很难处理 状态集合大小无限的情况 为了解决智能体在进行价值函数更新的时候 需要知道从某一状态 转移到另外一个状态的转移概率值的大小 我们可以通过蒙特卡诺采样 来避免这一个不足 蒙特卡诺采样的方法 指的是从某一个状态出发 按照当前的策略对决策的序列进行采样 然后基于采样的结果 来更新当前状态的价值函数 如我们通过蒙特卡诺采样 得到了两条序列轨距 分别为S1 S4 S7 S8和S9 然后得到了S1 S2 S3 SD 这里的SD指的是智能体跃出了三乘三 这个方格里面的九个状态 当智能体一旦跃出了三乘三的方格的界限之后 我们认为程序被中止 即智能体未能完成 到达S9这一个目标状态的任务 用了采样得到的这两条轨迹之后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两个采样的轨迹的结果 来对S1的价值函数进行更新 首先对于S1 S4 S7 S8和S9 这个采样得到的轨迹 可以计算这一个轨迹 同理所得到的反馈值等于0.970 同理得到S1 S2 S3 SD 这个采样的轨迹 它的反馈值是负0.980 于是我们把采样得到的两条轨迹 所分别得到的反馈值 把它累加起来 除以采样的数目 等于负的0.005 这样S1状态的价值函数 就被更新为负的0.005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不再事先去定义 任意两个状态之间 发生转移的概率的大小 而是通过采样的方法 采样得到不同的决策的轨迹 来更新某一个状态的 价值函数的取值 蒙特卡诺采样的方法 虽然克服了动态规划里面 要事先知道状态转移概率的 大小的不足 蒙特卡诺采样方法 也可以很容易的 扩展到无限状态 集合的问题之中 但蒙特卡诺采样的方法 仍然有缺点 当状态集合比较大的时候 采样得到的轨迹 可能非常的稀疏 并且由于蒙特卡诺采样的方法 需要从某一个状态出发 一直进入到中止状态 因此它会导致反馈的周期较长 只有进入了中止状态之后 我们才可以计算 采样得到的决策序列的 它的反馈值的大小 为了克服蒙特卡诺采样方法的不足 基于持续差分的价值函数的更新方法 被提出 在持续差分的价值函数的更新方法里面 我们首先从某一个状态出发 把这个状态定义为起始状态 然后我们从该状态 任意采样得到一个动作 执行该动作 使得从当前状态 进入了下一时刻的状态 能得到一个反馈奖励 然后我们观察 进入了下一个状态 所能收获的反馈期望的大小 基于这样的一些曲子 我们可以去更新当前状态S的价值函数的大小 这里我们给出了更新的结果 如当前状态S 它被更新后的价值函数取值大小 就等于状态S 在先前情况之下 所得到的价值函数的大小 加上α乘以一个方程 这里的α是我们预先定义好的一个系数 而α所成的这一个式子里面包括三项 第一项指的是 从状态S 采取了这一个采样得到的这一个动作A 进入了新的状态S一匹所能够从环境里面得到的反馈 再加上进入了下一时刻的状态S一匹之后 从S一匹所能得到的反馈的期望 再乘以一个衰减系数 再减去原来状态S的价值函数 所以从这个式子里面可以看到 时序差分的方法 实际上是利用了蒙特卡诺采样的思想 通过采样当前状态能够发生的动作 和在当前状态发生的这个动作之后 进入了下一时刻状态 它所能收获的反馈期望 来对当前时刻的价值函数进行更新 我们以一个例子来说明 时序差分更新价值函数的这一个过程 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假设α的取值等于0.5 我们试图来更新 S一状态的价值函数的取值大小 在状态S一 我们通过采样得到了一个向上的运动 α等于向上移动一步 然后我们通过向上移动一步 进入了下一步的状态S一匹 从这一个例子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状态S一向上移动一个方格之后 它进入了状态S四 所以S一匹等于S四 好 现在我们开始来更新 状态S一的价值函数的取值大小 状态S一新的价值函数的取值大小 就等于旧的取值状态S一价值函数新的取值的大小 就等于状态S一价值函数旧的取值 旧的取值如右图所示等于0.1 于是0.1加上0.5乘以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里面有三项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项 第一项表示 从状态S一采取了向上移动一个方格的动作之后 进入了状态S四 从系统里面能够反馈的回报 它等于0 再加上衰减系数0.99乘以 在进入了新的状态S四之后 在S四所能收获得到的反馈期望 它等于0.3 然后再减去状态S一价值函数旧的取值 它等于0.1 所以把它完整写下来 就是0.1加上0.5乘以 中括号0加上0.99乘以0.3 再减去0.1 等于0.199 于是在十余差分的这一个方法里面 只要我们从当前状态S一出发 去采样某一个动作 进入下一时刻的状态 我们就可以根据 北尔曼方程来更新 当前状态S一价值函数的取值 在这个例子里面 S一价值函数的取值 就从0.1被更改为0.199 中间状态S一价值函数的取值